大家好,我是轩妈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,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,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 前段时间,凤凰网采访了一位85岁的退休校长,在网上引起了热议。 老人因为半身不随,住在养老院里,日常生活起居都是由老伴照顾。 前来探望他最多的人,不是孩子,而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。 他的儿子移民国外,名义上是儿子,实际上什么都不管。 有老人调侃说,生儿育女一辈子,儿女有出息,去了国外,等于没有生,儿女去了大城市,等于生了半个,留在身边的,虽然穷一点,但起码有个依靠。 父母都希望儿女成才,飞上枝头,飞黄腾达。 但孩子们大了,飞得越远,父母晚年就越孤独。 纪录片《生机无限》里,88岁老人高建勋深夜摔倒,独自到医院就诊。 从分诊台到诊室短短几十步的距离,老人颤颤巍巍地走了很久,最后还是在医护人员搀扶下完成的。 医生怀疑老人是脑梗前兆,建议拍个片子。 老人回了一句话,让人觉得无比心酸,我凑合活着就行了,不用查了。 最后在医生的坚持下,老人才接受了拍片的建议。 可出了诊室的老人又是一脸茫然和无助,站在门口不知该去拿缴费。 好在遇到了一个热心的年轻人,不仅帮他缴了费,还带他去拍了片子。 老人有三个女儿,年轻的时候,他和老伴省吃俭用,把女儿们都送到国外读书。 毕业以后,三个女儿都没有选择回国,都定居澳洲。 老伴去世以后,高大爷就独自生活,女儿们都极少回来看他。 网上流传着一个当代孝道金字塔,老家工作的孩子,一等孝子,本省省会工作的孩子,二等孝子,一线城市工作的孩子,三等孝子。 国外工作的孩子,可能是骄傲,但不是孝子。 人到晚年,你就会发现,把孩子养得有出息的代价,就是没有人承欢西夏。 优秀的孩子,注定是要高飞的。 往后的日子,你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,相距的时光会越来越短,而女尽孝的可能性也不大。 之前,一对老年夫妻深夜就诊的视频,冲上了热搜。 老伴深夜突发昏迷,83岁的庞德生老人,独自一人将他送进急诊室。 看着意识模糊的老伴,以及急诊室滴滴作响的各种仪器,从没经历过这些的庞德生站在人群中,显得特别茫然无措。 当医生询问有没有其他家属时,老人支支吾吾地回答,我孩子都在西安。 原来,老人有三个儿子,只是都在外地,平时他和老伴留在北京相依为命。 有数据调查显示,父母生病时,有七成会自己去医院,两成会在家硬扛,仅有一成会在子女的陪同下前去看病。 如今,大多数子女们漂泊外地,只留下年迈的父母守在家乡。 所有走出去的孩子,很难走回来,这很残酷,却是现实。 年老最大的心酸不是西夏无子,而是子女在,自己却成了空巢的守望者。 湖北72岁的罗奶奶,孩子在广州买了房,离家远,一年就回来一两次。 儿子上次回来是在农历的12月29,离开的时候正好正月初二,在家里的日子还不到三天。 退休前,罗奶奶是名老师,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。 退休后,发现可以写的东西越来越少,翻开过去一年的日记本,她写的最多的是,今日无事。 在孩子过完年,离开后的一个月里,罗奶奶生病了。 她艰难地在日记本上写了几个字,没什么事,我就先死了。 罗奶奶去世的消息,儿子三天后才知道。 看过这样一句话,人最大的绝望,是在年老无力又命不由己的时候,发现身后空无一人。 人老了,其实对物质的欲望并不是很大,最大的精神需求是子女陪伴在侧。 作家梁小生说,自古以来,校分两种,养口体和养心智,同样重要,缺一不可。 远走他乡的孩子,或许是父母的骄傲,算得上是养心智,让父母精神畅快。 但真正能做到养口体,在父母身边照顾生活起居的,只有平时陪在身边的孩子。 知乎上,一位网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。 读书的时候,他总是比别人慢半拍。 别人一眼就会的题,他得算半天,别人半小时就写完的作业,他得两小时,上高中的时候,他每天晚上就睡四五个小时,做过的习题极落起来比自己都高。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了,可成绩就是提不上去,最后只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专科院校。 同学们都远走高飞,只有他留在父母身边,上了个没前途的学校。 再后来,他参加工作,结婚生子,一直都留在当地。 父母年纪大了,经常生病,住过好几次院,每次他都跑前跑后,守在身边。 他那些最后留在大城市的同学,有时候父母生病的时候,还会求他帮忙照顾。 一天,爸妈感慨地说,我们算是发现了,远走他乡的孩子是来争光的,留在身边的才是来报恩的。 有人说,人老了,纠结得不再是孩子是否有权有势,最渴望的反而是孩子每周能回家,进门先叫一声爸妈。 当你老了生病了,陪你去医院看病,陪在你身边嘘寒问暖的,只有那个离得近的孩子。 人到晚年,距离你最近的孩子,决定了你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。 作家铁鱼,有个朋友叫老陈,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家乡,依靠父亲留下的熬鱼手艺,开了一家小饭馆。 生意也算过得去,勉强养活一家老小。 老陈有个姐姐和哥哥,后来都去了外地发展。 老陈和父母距离最近,因此父母有什么事情都是他顶着。 父亲脾气不好,在店里总是骂老陈,太没有出息了。 老陈挨了骂,心中有气,但仍旧不忍心看父亲跌跌撞撞回家,要搀扶一把。 老陈自己也很无奈,说,除了熬鱼,我啥都不会。 父亲痴呆之后,老陈还把店铺关好,专职照顾父亲。 父亲九十多岁才过世,去世前对老陈说了一句话,宝贝,你是个好孩子。 一句话,让老陈哭得稀里哗啦。 所有的苦,都值得了。 电视剧《小欢喜》中,黄磊有这样一段台词, 有一种孩子,上完北大上清华,上完清华上剑桥, 当访问学者满世界地跑,各种奖项拿到手软。 但是,你见他一年也就能一两回,还是隔着手机屏幕见的。 还有一种孩子,他以后就在家旁边上个普通大学, 上完后就跟着家旁边找个工作。 等我们以后老了,他就天天来陪着我们唠嗑, 推着坐着轮椅的我们去旁边公园散步,带我们吃火锅。 比起初戏的孩子,那些看上去并不成功的子女才是真正给父母报恩的人。 出戏的子女给你仰望星空的梦想, 普通的子女陪你一起度过平淡幸福的晚年。 不要嫌弃那个离你最近的孩子没出戏, 等你老了就会明白,真正能依靠的只有那个没出戏的孩子。 最后,给大家讲一个真实故事。 一位邮递员在送报时发现用户信箱被堵死了, 只好敲户主的门。 许久,一位步伐蹒跚的老人打开门说, 是我故意堵死的,你以后送报纸时请按门铃, 亲手把报纸递给我可以吗? 邮递员说,可以是可以,但这样你不嫌麻烦吗? 老人说,不麻烦,如果哪一天你敲不开门了,就报警吧。 我老伴走了,儿子在国外,我不在了都没人知道。 说吧,老人掏出一张纸条递给邮递员说, 这是我儿子的电话,如果我死了,麻烦你给我儿子打个电话通知他。 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,我心里非常难受。 无论社会怎样发展,如何转型,愿人们都能老有所养,老有所依。 点个订阅,愿家中的老人,安心幸福。